They agreed to finalize a historical peace agreement Everybody said this would be impossible 美国总统川普深情得意 在记者会上 他说不久前和两个朋友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电话 就是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和阿拉伯联合公国 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王储 两人签署了和平协议还透露 以色列和以阿领导人私下谈判过程气氛良好 川普认为自己算是促成两国和平的重要推手 白宫国安顾问欧布莱恩大赞川普 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川普在记者会上也大方提到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说美国当初宣布退出伊朗的核子协议 遭到其他国家指责 美国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 实际上他是为了让美国脱离战争 前副总统同时也是这次民主党准总统候选人的拜登 也赞许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达成历史性和平协议的进展 但他也进一步说 这不是指扣川普在欧巴马总统执政时期 身为副总统的他 却为以阿两国领袖往来沟通打下了基础 这起外交的进展俨然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间的政绩大屏蔽 外媒指出这项协议让川普在11月大选前获得罕见的外交胜利 但美国人民买不买账 还得看选票来决定 东层新闻黄胜博 普世云报道